家庭锻炼计划 第二集 站着活动 第二集的活动最好在厨房里做 因为厨房的台柜和洗手盘很结实 很容易抓住 每天开始做活动的时候 检查自己的身体 你今天感觉怎样? 今天的饮食好吗? 你的鞋子会滑吗? 有杂物或者杂乱的东西在附近吗? 你的活动指南在你手上吗? 你应该只做你感到安全而且舒服的活动 站着的时候你的脚应该分开到双肩的位置 大概30厘米 保持正常呼吸 不要闭气 保持动作的意思是保持那个动作三秒钟 自己在心里默默地数 一秒 两秒 三秒 如果需要的话 先开始做几个动作 但是每个动作每天要做几次 过几天再慢慢地加上其他的动作 直到你能把所有的动作做完 等动作全部熟悉了 每个动作的数量增加 逐渐减少扶厨房的洗手盘 直到你可以不用扶 如果这个计划你的任何一个动作对你产生痛楚或者难呼吸 你应该停止并且休息 下一天应该少做一点 并且告诉医生或者专业医务人员 你应该 disturbing 那算是两分钟 你应该不行 我或者给你整理一下 小工专案 在说需要健康州参加